小贝公主的秘密开学篇 粉丝多人联机解密地图 请选择你将扮演的角色 恭喜玩家诺米茨抽中侦探的角色 这是即将开学的前一天 你收到邀请来到公主小贝家聚会 但是没有想到 奇怪的事情却发生了 现在系统自动为侦探匹配两个助手 希望能帮助侦探尽快解决难题 现在请侦探传送至案发现场 这里就是案发现场了吧 厕所里公主小贝倒在浴缸一动不动 大家都认为小贝一定是太累了 所以才昏倒的 但是我发现现场有些许疑点 比如说小贝倒地的姿势十分的奇怪 如果是头昏第一时间应该是蹲下 身体向前倾才对啊 另外我们在地上发现了些许绿蘑菇 难道是因为厕所的地上太潮湿 所以才长出来的吗 诺米茨姐姐 你再去检查一下厕所的下水道吧 这里全是水 我的脚都没地方放了 经过我们的检查 地下的排水口是坏的 应该是有人故意弄坏它的 那么地上的绿蘑菇 也是因为厕所里程G6水潮湿的原因 才长出来的吧 那肯定就是小贝公主她自己脚滑 才一步小心摔倒的 咱们还是去倾听 其他几个嫌疑人的证词吧 侦探们在客厅里发现了一张海报 上面是小贝公主的三号学生奖状 看来小贝公主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 那么她毕竟十分在乎自己的考试成绩 所以还是平时学习太累了 看样子是意外诶 还是先听听的鬼鬼是怎么说的呗 肯定是意外了 最近不是要开学了吗 小贝童小鱼洗牛睡觉 那能不远到底吗 小贝今天不是要去招待客人吗 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厕所里 呃 这这这 大概是她向伤策锁吧 小贝龟龟的身旁居然也有一个绿蘑菇 这是她不小心沾到身上的 我就觉得她龟龟吱吱吱吱的 真的很是可疑 而且她身上还沾着厕所里长的绿蘑菇呢 哎呀怎么办啊 明天小贝的爸爸就要回来了 我可一定不能让她发现 我一直都在给她偷偷地吃绿蘑菇 原来绿蘑菇不是厕所里长的 而是有人故意放过去的 说不定厕所里的那些蘑菇 是小贝发现了以后突出来的呢 这么看来 小贝的姑妈很可疑啊 我就是贪便宜给她吃了绿蘑菇而已 可没什么其他坏心思啊 这个姑姑是小贝的爸爸 特地从乡下接来的 来的时候 她还顺便带上了自家的倒霉儿子 这墙上似乎有字 但是却看不清 请问是否需要道具 系统已为您使用强烈聚光灯 小贝每天都会在这里昏睡 绿蘑菇的毒已经深入骨髓了 她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差 只得每天不停地努力学习 我敢打肚 她的姑姑绝对知道那个蘑菇有问题 看她长得那个姐妹书眼的样子 就知道她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水下好像有什么字 咱们打她过去看一看 绿蘑菇吃了能让人产生眩晕感 并且记忆力减退 天啊 那个姑妈果然不是什么好人 赶快去看一下她那个倒霉儿子是怎么说的 请问你和你的表姐小贝 小贝什么小贝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生气 地上怎么会有这么一大滩水 那个小贝家里凭什么这么有钱 还要是不在了 这个家里的一切就都是我的了 那地上的这滩水又是从哪来的 我我我可没有去过厕所 啊对了 我刚从泳池上来 我们在隐蔽的草丛里找到了一根木棒 旁边还有一大滩水 我知道凶手是谁了 屏幕前聪明的小可爱们 你们猜到了吗 我认为是小贝的龟龟 因为我们在钢琴里发现了一条线索 龟龟欠了小贝很多钱 而小贝准备明天开学就告诉老师 半世情半路的龟龟就背后晒了毒手 不不不 我就认为是小贝自己不小心摔倒的 他都已经知道绿蘑菇里有毒了 肯定不会再上当的 糯米茨却认为是小贝的表弟干的 大家觉得我们三人说的 谁才是正确的呢